這個影片按讚破千 我就拍下一集 大家好 我是綠遠鏡 今天是我連續20天 來到飛田新地逛逛寫下的文案 今天要來完整的告訴大家 飛田新地料理組合是什麼樣的東西 那應該剩成兩集 一集是這一集來講說 台灣人能不能去啊 然後每一天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啊 會穿什麼啊 然後位在哪裡啊等等 第二集是觀眾的donation 我來體驗一下 跟三年前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哪一些店是厲害的 哪些店屌的 哪些店有料的 女生跟我聊了什麼 女生每個都跟我侃侃而談 看到我是YouTuber 然後問我衣服啊 問我喜歡看什麼動畫啊 說很想念我啊等等這種 這個影片按讚破千 我就拍下一集 好 那今天有使用的畫面 都是在他們關店的時候拍的 開店的時候呢是不能夠拍 像我現在也是早上來拍 現在甚至10點11點 青春通已經有店開了 對裡面是不能拍攝的 OK 我連續20天來到飛田新地 每天都走 好 我這邊就文案 就直接念喔 然後會搭配一些畫面 飛田新地呢 是位在日本大阪西城區的 所謂紅燈區 全名是飛田新地料理組合 意思就是給你去買料理的 它是一間一間的店 前面會做一個媽媽桑 它會透過鏡子看到有客人經過 就會呼喊你 媽媽桑的後面會有一個 盒室起來的一個階梯 那邊會坐一個店裡面的女生 OK 那你決定進去之後呢 就會有分好幾間盒室 那每個女生會有不同自己的盒室 他就會問你說 欸 要什麼樣的方案 通常就是 20分鐘1萬6 30分鐘2萬1 40分鐘3萬1 60分鐘4萬1 有的會到90分鐘 然後120分鐘 那90分鐘就會是6萬1 120分鐘就會是8萬1 那每延長10分鐘 有的人是1萬 有的人是1萬1 都是日幣 選好方案之後呢 你就給錢 女生會出去找錢 順便拿餅乾還有糖果茶水進來給你喝 你的意思就是 花了1萬6 在這20分鐘內 買了這一盤的飲料 糖果 餅乾 茶水 那接著你們就是自由戀愛 發生什麼事 管不著 這是一種默認的合法的形式 因為警察局在旁邊 就像日本的泡泡浴一樣 就是你是花錢 去買這個入浴劑的組合 之後 欸 你們在裡面洗澡 發生什麼事 那是你們自己自由戀愛的問題 可以從動物園站 天王寺站 新金龍站 步行抵達 動物園站最快 大概5分鐘 我走路就是3到5分鐘 基本上從中下午就有看店家 像現在有一些店已經開了 大概也才11點左右 一路到晚上的12點 11點54的時候有一個大鐘聲 然後就有很多店會開始關掉 然後12點就會全部關掉 連那個廁所也是12點就會關起來 分成青春通跟妖怪通 青春通就是稍微比較年輕 妖怪通就稍微比較年長的 但是呢 我走過幾次妖怪通 其實也有不是那麼年長的 也是OK的 那它是分成一個大馬路 它中間有一個 章魚燒的那個大馬路 比較多間的 一個棋盤式狀的就是 青春通 然後另外這一邊 大馬路過來這邊 然後有比較散亂一點點的 就是妖怪通 好那我剛剛講到 他們會透過鏡子叫你 媽媽桑會在門口 透過鏡子看到你 他會嗚膩嗚 叫 おいでおいで 快來快來 類似這種感覺 他可能看得出你是韓國人 他就會 オッパオッパ 他如果看出你是 台灣人 中國人 他就會 你好你好你好 然後看到你是外國人 就 Hello Hello かわいいよ かわいいよ 就是為 這個女生很可愛什麼的 所以不用擔心 9乘9是可以接外國客的 只有一些小姐 不接外國客 我有看到就是 有輩子說不要了 那他是外國人 有的小姐可能 希望比較多的對話 他們希望有這種 深度的交流 那如果你不會日文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跟這個小姐 有這樣深度的交流聊天 這樣他會喜歡這種 談戀愛的感覺 9乘9是可以接外國客 只有那0.1乘是不接的 所以台灣人不用擔心 媽媽桑揮手之外 裡面的小姐也會揮手 一起 おにちゃんおにちゃん 或是會這樣揮手 或是這樣邀請你來 那有的就是 簡單揮手 有的會很積極的 一直晃奶 有的超正的 是就直接坐著 有的可能是媽媽桑會講 他不講 那有的可能是 連媽媽桑都不講 像一間八重 他什麼都不用講 然後媽媽桑也都不喊 就坐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有人 若異不覺的進去 因為八重那間 真的太正了 好 那衣服風格呢 就是你會說 他們都會穿什麼樣的衣服 首先呢 有非常多的板神斧的球衣 這是大板嘛 然後再來有 學生 和服 兔女狼 警察 護士 然後一些裸露的一些裝扮 毛衣 唐吉柯德有賣的這一件衣服 我剛好去唐吉逛到 我笑死 然後學生運動服 愛迪達系列 OL 老師 勇者 鬥賀龍 動漫系列 牛仔 景深衣 比基尼 男友踢 那種整個大件的T恤 黑色的那種時尚的那種 像八重就是穿那種 肉肩時尚的黑色 有的是微露 肩膀 微露胸 看他的拿手處在哪裡 就會微露哪裡 包比較多的 就是像八重 他就是身上有刺青 那其實有一些有刺青的 他們就會擋起來 用衣服去擋起來 接著再來是 應該是半小時輪班制 因為我某一天九點半的時候 某一間的小姐跟另外的小姐 就是沒有人點 但是他們就做一個換班的動作 所以如果是半小時制的話 有的小姐你在這半小時被點上去了 這間店會是空著的 所以你需要一直走 為什麼需要一直走 就是因為有可能這間店 現在這個時代 因為小姐被點上去 所以是空的 沒有人做 但是如果媽媽桑在 然後你知道這間店有哪些女生 你想要來個回鍋課 想要來個指名 就跟那個媽媽桑說指名一下 還是可以上去 就是休息的小姐還是可以 那每一間店呢 大概會有一到三個小姐 不一定 看當天上班的小姐啊 看店家 因為他們也是有輪班制的 像他們有那個名片 就是這一間 叔叔 真的大 女友感滿分 殷船感滿分 那有的店家就只會有一個 就是他可能是紅牌 就是一個而已 所以如果他沒有上班 整間店就會休息 所以不是每一間店 每天都有開門 有的店某些天會休息 然後他們看到車子 或是女生經過的時候會遮臉 不想讓女生看到自己的臉 然後有可能車子裡面有女生 所以也會遮 我那天看到有人拿手機這樣子 然後根本沒有在講電話在偷錄 我剛好從側面看到他在偷錄 結果那些女生也很聰明 他們很像到熟門熟路 也馬上遮臉 非常厲害 而且遮臉的道具 除了手之後 還有一些這種專門遮臉的 那些扇子啊等等的 直接遮起來 超多樣花 OK 那每一間女生上去之後呢 會有自己的專屬盒飾 有不同的風格 像有的就會是寶可夢啊 有的就是火影啊 然後還有很多娃娃的 也有那種簡單的盒飾的 放書的 放雜誌的 重點是整個飛田的歌 幾乎都那幾首 所以有一兩首這個 日本的男生的這個流行樂 最重要的就是 一大堆阿豆的歌 一直在放海賊王那幾首 每天經過 永遠都在 不然就是 新時代 永遠都這幾首 頂多會有一點 間捷家家酒 或者是那個 公金復仇者 就這樣很少 但是我經過妖怪通的時候 真的有放那種 演歌老歌這種感覺 再來說每一天 第一個六日 10月15號的六日去逛的時候呢 延遲比三年前 平均下降一點 震的還是很震 但是變少了 人非常多 八九點就有非常多間是空的了 禮拜一也有一些店沒開 不過數值好像有一些上升 然後人比較少 禮拜二也有一些不同的女生 沒看過的 然後有不同的店開始 店修了 週三和週四也會比較少開 然後週五就會大家幾乎都有開 週五人超多超多 比起一到四 五六日真的人很多 週五晚上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店 就是裡面都沒有小姐都空了 週六的時候 你會發現跟第一週的女生 有一些不同 就是每一間店有一些女生不同 就是可能沒看過的 再來週日 差不多 有非常多空位 就是都已經上去了 然後有很多人會換裝 雖然因為你們如果要查的話 你們直接打非典型地 然後那個店名 其實Google可以查到這間店的評價 那他們要怎麼評 就是第一個是他們名片有名字 第二個就是他們的穿著 所以大部分會穿一樣的 制服就制服 和服就和服 這樣大家在評論的時候 也比較好知道是誰 不過呢 我有看到一些有換衣服的 大概有三四個 有那個變裝 好然後那天我腳很痠 逛一下就回去了 回去之後我去吃蕭蕭的時候 看到一個穿著那個 板繩的運動服的 然後下班 也走在那個動物園街上面 就下班這樣 不看一下 沒有沒有試過它 但是呢 就稍微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禮拜一晚上的時候 比較忙 我11點才去逛 那已經有1 3分之1的店關了 然後還是有一些些新面孔 剛好看到一個從 濕櫻 濕櫻是店名 濕櫻走出來 然後下班直接換裝 成一個全黑 然後從旁邊坐計程車回家 剛好有看到 週二12點54 打鐘 我剛剛講的 打鐘就有一半店關掉 會看到一些黑色的相信車 把那個女生載走 就是他可能有 請車來把他載回家之類的 然後12點的時候 連廁所 那個廁所拉那個腳椎跟那個阻擋桿 我已經逛一個禮拜了 所以非常多 已經知道我每天會來 所以那些媽媽嗓都會 又來了又來了 每天每天都來 紅頭髮每天都來 綠眼鏡每天都來 我都有聽得懂 每天都來 所以有些小姐知道我不會進去 他們一開始前幾天還會這樣 哈囉哈囉哈囉 原本媽媽嗓會先說來來來 他們會先揮手 然後一看到我經過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 臉直接一個變 有幾個 臉色特變 服務態度不太 對 說不定我今天就是特別想要找你 我說不定今天 那個心情不一樣就找你啊 你怎麼不今天跟我揮手一下呢 所以我就一定不會去找這些店 然後就是有那個瞬間收回笑容大阪差 然後我走過之後 後面的人馬上又跟他嗨 然後還是有一些新人 而且我發現 有一些女生會換店家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簽約還是怎樣 可能這間店 今天休息 所以他去別的店嗎 還是怎麼樣 這我不清楚 一樣的女生在不同的店家會出現 但是不多不多 第二週的週五 外國人開始出現了 解封開始很多外國人出現 然後台灣人也出現了 還被觀眾認出來 超尷尬 密我IG超尷尬 然後六人最多 日人也不少 六日已經 顫到大部分的這個女生都是一樣的 這一週一人不多 週一應該是很多人休息 很多天沒開 但是還是有看到新人 我已經逛了快20天了 還是有看到我沒看過的女生 然後我遇到一個刺青大叔 想跟我接錢 我跟他說我不懂日文 所以沒辦法 幾乎所有媽媽的手 已經在這個時候認識我了 週三還是有沒看過的新人 然後現在已經大部分幾乎都看過了 但還是有那種 一個禮拜只看到一兩次 可能就是輪班比較少 一個禮拜上一兩天半 今天禮拜四剛開 現在沒有去逛 20天來所有的這個心得 最後講一下結論 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紅燈區是一個 一定不管怎樣 你合法非法 它一定會出現 只要有男人就有紅燈區 台灣也有 只是非法不明顯 像這樣合法的好管理 警察局就在旁邊 我覺得這樣反而比較好 我覺得日本這樣的方式比較好 不管怎樣都會有 合不好好管理 做這些的女生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夢想 想要做什麼 我在裡面有聊到一些天 下一集可能會跟大家聊到 他們有自己的夢想要做 他們覺得做這個工作 也沒什麼不好 我也覺得沒有什麼好 去批判這些女生的 我覺得很棒 不是一個客人的心 應該是一個大家都有自己選擇 自己工作的這個想法 那他們就如果開心就好 不是被強迫了 那就沒什麼關係 台灣人也可以來逛逛 不一定要玩 可以來逛逛 不過你來逛逛不玩 只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你不是直男 第二個你已經沒錢了 就只有這兩個可能 因為你一定挑得到 這麼多間 50間 100間 一定挑得到你喜歡的女生 你就逛個一兩個小時 每間店又有1到3個 你一定挑得到 有你喜歡的 而且不用怕採人 因為是經過看到女生 喜歡才進去 不是那種看照片的泡泡浴啊 或是一些定點啊 那種台灣那種定點看照片的 那就不一樣 那我覺得 我非常尊重這樣的行業 那我今天很開心 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剛好不會拍到他們的店 剛好有一個大看板 很棒 好的 我是劉仁鏡 想要知道我下一集 跟他們發生什麼樣的故事 按讚、訂閱、小鈴鐺 1000讚 我就發片